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魅力到底有多大 多情公子张无忌出见他时 因为太过着迷挨了猪儿重重一巴掌 本以为这一巴掌能让他长记性 哪知后来变本加厉 一发而不可收拾 那么张无忌为何在倚天四美中 如此钟情于这个蒙古郡主呢 其实除了命运使然外 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性格相投 三观一致 跟小赵在一起的时候 张无忌是个温和善良 然后狭义的公子爷 跟猪儿在一起的时候 张无忌是个憨厚朴实 有点似曾相识 却又相见恨晚的阿牛哥 跟周芷若在一起的时候 张无忌是个重情重义 武功高强 未来可能君临天下的男人 只有跟赵敏在一起的时候 张无忌才是他自己 从开始的张无忌 到最后的糊涂小子 该死的小银贼 没良心的小魔头 大胆妖女 你跟着张无忌这银贼造反作乱 该等何罪了 罚你们二人在世上 做对快活情侣 白头偕老 此后当了十八层地 万劫不得超生 两人说到这里 一起哈哈大笑 由于性格相投 三观一致 所以张无忌跟赵敏在一起的时候 情绪也最具多样性 在绿柳山庄的地牢里 张无忌又极幼毛 可是面对狡辖可爱的赵敏 他又无可奈何你 你不休 你有哭有笑的 成什么样子 你自己才不休呢 一个大男人 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你是弱女子 你诡计多端 你比十个男子还厉害 多谢张大教主称赞 小女子当之不愧 你 在去灵蛇岛的途中 张无忌脑赵敏咬自己一口 还乱服药 气氛奋回到船舱 可是听到赵敏颇白心思后 张无忌感动至于又跟他调情 我也要在你的手背上咬一口 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不要不要 一会儿闹 一会儿笑 打情骂俏气味十足 可以说 张无忌跟赵敏在一起时 感觉连身边的空气都是甜的 然而当他跟周芷若在一起的时候 情形却是这样的 万一 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事 你还会对我不变心 不会杀我吗 我答应你 我绝不变心 我是怕 证明他会为了你 不放过我 面对忧心忡忡 患得患失的周芷若 张无忌的反应就很被动 要么是诅咒发誓 绝不复心薄信 要么是安抚承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心竭力的保护了 我也不会杀你 这样可以了吧 那日我赐你一件 难道你不恨我吗 只要你喜欢 再赐我几件都行 不是我杀你就是你赐我 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说出来 谈恋爱有这么谈的吗 可以说 张无忌跟周芷若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包袱最重 既要消除他的顾虑 又要琢磨自己的用词 生怕稍不留神 就碰一笔子灰 有件事我要与你明说 你千万别生气 我该生气便生气 不该生气便不生气 而他跟赵敏在的时候 却能放飞自我 所以 他对赵敏的爱 才是情不自禁的 周芷若设计到 走屠龙刀河一天见后 张无忌以为是赵敏害死了英灵 发誓要杀了他 为表妹报仇 可是回到中原 一看到赵敏 身体就不听使唤了 他感到又惊又怒 又爱又喜 告诫自己不要恋恋不舍 乃至下一秒 当他看到宋青书 要取赵敏性命时 连想都没想就冲出去救人了 就完人又自责不已 在那段时间里 张无忌不停地 用理智约束身心 每天恨不得念叨 赵敏一万遍给自己洗脑 可结果呢 他非但下不了手 还担心谢迅伤赵敏性命 而赵敏就像是 张无忌肚子里的蛔虫 一眼就猜中他的心思 笑盈盈地说道 我知道你怕些大侠杀我 幸好他不在 倒免得你为难 你心里其实舍不得我 就算我不忍心 那又怎么样 我很喜欢 其次 跟一天四美中的 其他三个姑娘相比 赵敏的付出最多 如果说张无忌是老天 派来拯救中原武林的 那么赵敏就是老天 派来拯救张无忌的 自从二人在地牢 有了肌肤之亲以后 赵敏就一直在救他 张无忌灵蛇倒遇险 赵敏不顾性命安危 与风云三十搏斗 用了著名的拼命三招 一招比一招拼命 一招比一招凶险 我要回地痛苦 不 张无忌被冤枉成杀害陌生谷凶手时 又是赵敏极力为他开脱罪名 并提醒张无忌赶紧查找真凶 给自己洗清嫌疑的 张无忌跟四大金刚队长 进退两难 汝阳王又带二十四番僧来援助 是赵敏不惜以性命相逼 牺牲鸣结救了他 没有赵敏 张无忌不知死过几回了 不仅如此 赵敏最后为了他 不惜与父兄决裂 放弃郡主尊荣 这一点是以天四美其他三人所不及的 更难得的是 赵敏还有容忍之量 在圆珠大结局时 周芷若被玄冥二老围攻受伤 赵敏明明知他对自己恨之入骨 还是挺身相救 结果差点丧命于九阴白骨爪下 如此专情而坦荡 豪爽直脉而聪慧漂亮的女子 重情重义的张无忌能不喜欢吗